谢谢各位吧 这个每次一录像我就特别感慨 因为有时候通知那个时间呢 跟你们来的时间不一样 比如说说明儿录像 棚里边各位就都来了 做了牙牙叉叉的 可能呢我们录的时间呢 俩钟头仨钟头之后才开始干活呢 我说在休息室我也问工作人员 我说观众们干嘛呢 说人家玩的可好了 他们拿这个当那个春游活动 带着瓜子捧豆 带着吃的 做了一块聊天高兴 所以您不用担心 您晚点没事 我说要这么说 是不是我开始录书了 就耽误他们玩了 这样我心里还踏实点 也不容易 因为一般来说呢 每一次录像一天录三期 录三段 大伙这一来了 跟这屋里边跟过日子似的 警察一弄弄了半夜十二点 有的时候我走 门口还站着好多观众那等着 我老板慢走 我特别感慨 那天也是 你慢走慢走 我说这么晚天这么黑 录完就十二点 都还不走啊 哎 松松林 嘎啦有个小孩说话 要有车早走了 也是这一散了这么些人 你打车也得一辆辆来 是吧 谢谢各位爸 您各位陪着我这儿 哄着我开心啊 坐了底下 搭下茬 当然你们也挺开心的 是 人生啊 最重要就是这个 为什么爱说书 为什么爱说像 就是这个 高兴 你让我干个别的去 你给我送到非洲 当个皇上 我老觉得这没意思 那晒 你知道吗 大草原 你告诉我 这三千里都是你的 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除了狮子就是斑马的啊 那个皇上得给于老师当 他那一拿着卷毛 扔到非洲上 没有违和感 我不行 我现在探毛来不及了 我现在留长头 我也来不及了可能是 我留 我这头发呀 好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要 剃成这个样子呢 我说省事 这一晃抄起来 就是留这种发型 也有个 大十好几年 还不止二十年了都快 再早前 我也是跟你们似的 留过小分头什么的 三七啊四六 四五五五都有过 望左望右 来回这么翻的 大背头也干过 也调染过 这前面有一嘴黄的 也干过啊 谁没有个年少轻狂啊 是不是 后来就觉得麻烦 你出门 老得带个梳子 听到 头上场啊 说相还得拢一拢 唱戏的话呢 头发长了 勒头还不方便 后来干脆就剃了短一点 剃完之后觉得挺舒服 也挺去火的 这个头发是这样 你只要是开始剃了它 你再想留长 自个儿都难受 我几乎是 一两天就得刮一回 就这个边 我要说 存着它不剃的话 就留你们那个分头啊 很快 我是因为头发长得快 我跟什么孟非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自来突 那些个没头发的艺人 他们是有问题 我这是实在是 头发长得太快了 所以才剃 省事 除了现在后边这点 我看不见 但是无论谁在跟前 我们出现出 不管是助理啊 经纪人啊 谁在跟前来 帮帮 拿剃刀 他就负责这 后边的颜这一下 此儿 他剃完了 剩下的我自己摸了就能剃 就这头有这么 两分钟 就剃完了 就省事 我要是彻底卸顶了呢 这前面没有了呢 我就谁也不用帮忙了 夸夸一夸可省事了 但是很难 因为我看我父亲的头发特别好 老头都八十了 头发就还特别黑 特别茂盛 我估计够呛 老头我爸爸讲话 我这些年就是受我这不白之冤 没有白头发呀 主要是遗传的这是 估计想谢顶也难了 羡慕人家高峰 那不 咱们这剃头省事 你看 过去那皇宫里边 皇上 清朝那皇上剃头 那麻烦大了 还是挑日子 皇上剃头啊 你看 初一 十一 二十一 一个月就这三天 清朝的皇上剃头 礼部给他挑日子 还是早晨剃 咱们选旭日东升之意 跟前站着几个带刀侍卫 钻着刀等着 不是拿这刀给皇上剃啊 单有一剃头师傅 这剃头师傅来来之后 从上到下先扒个一丝不挂 扒一光屁 来一帮人先跟着看 看够了 倒不是别的 怕神人带东西 给皇上剃头嘛 这个剃头将要杀人简单啊 对不对啊 这儿 弄着呢 一攥着词一刀 说完就完 从上到下扒干净了 检查一下有没有夹带 没有 这才让你去 才得换上皇宫特制的衣服 这儿换好了 进来 跟前的都是人 围着 皇上也不说话 跟着坐着 这儿开始给皇上剃头 也不能摁着呀 那是龙头啊 哪能你摁着 这不像话 挺难 还只能顺着剃 不能枪叉来 这个不允许 而且这个喘气 不能喘到皇上脸上 麻烦大致的 周围这些人 就玩命盯着 你哪下不如一 当一脚 就跟踢那去了 所以说这个 挺不容易 所以说我就别上 非洲当皇上了 剃头也不容易呀 还是说书比较简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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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